美国最高法院6月29日宣布将再次考虑大学招生时考虑族裔因素是否违宪 美国人再次就平权措施是否恰当展开辩论 这次案件涉及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 案件开始于2008年 当时白人女学生阿比盖尔·费舍尔申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未被录取 她后来把学校告上法庭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成为一起引发高度关注的案件 当时费舍尔说 我很感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听取我的案件 我希望法庭判决德克萨斯大学招生不应该考虑申请入校学生的足异背景 2013年最高法院决定把案件退回到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考虑 后来上诉法庭认定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违法 最高法院现在宣布重新审议这个案件的决定 再次激起了两方就平权措施的争论 所谓平权措施是指对历史或文化上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予以优惠的政策 美国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支持平权措施 我不认为足异应该成为一个人上大学的阻碍 但同时我认为足异应该是考虑因素 因为它有助于校园足异平衡 当各足异能够和谐的一起工作 生活和学习 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 设在华盛顿的司法监督机构总裁汤姆·费腾则认为 以足异为理由的招生政策违反宪法 很多人因此而受到伤害 因为如果有人因为是少数族裔而被录取 那么就有其他人因为不是少数族裔而失去的机会 批评者认为平权政策不仅损害白人学生 也损害亚裔学生的利益 一些亚裔社团今年向司法部提出行政申诉 要求调查哈佛大学招生政策中的族裔背景考虑 是否把很多优秀的亚裔学生排除在外 不过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并不认为 哈佛的政策歧视亚裔 如果哈佛歧视亚裔 不想有太多亚裔学生 他们就会设立硬性指标 只能录取多少学生 如果真是那样 我就会反对了 叶克本说 批评者常常引用配额这个词来形容平权措施 其实佩额的做法早已被取缔了 费舍尔素德克萨斯大学的原告费舍尔本人 后来进入了路易斯安纳大学 现在已经毕业找到了工作 不过最高法院有关这个案件的最后裁决 将对很多人产生重大影响 司法监督总裁费腾说 他期待的结果是 我希望最高法院再次审理这项问题的时候 将使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决定 受到进一步的遏制 而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认为 最高法院至少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说明 大学招生允许适用平权法案 只要不设硬性配额指标 最高法院将在今年秋季 对这个案件进行辩论审理 VOA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